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個6月 WURIHONGKONG 就聯同了WURI台灣的同學仔 一起去WONDERLAND挑戰各種機動遊戲 今次除了是我們首次舉辦學生活動之外 亦都是首度為WURI學生提供了 這個40元我們學生讀向的優惠價入場 不過WONDERLAND這個地方這麼大 亦是安省最大的主題樂園 裏面有6個園區 有近過百種的遊樂設施 到底有哪些一定要去玩 又或者怎樣玩才是最划算呢 今次就讓我分享一下給大家 首先入到WONDERLAND一定要去玩 就是這個YUKORN STRIKER 它在2019年就已經出現了在WONDERLAND入面 它現在亦都是全球最高最長 最高速的90度垂直過山車 它的驚險度真的爆燈 所以我絕對推薦各位想挑戰刺激感的同學去玩 第二個必玩呢 就是這個橙色的過山車 HEIMON 它曾經在2008年 在WONDERLAND入面最長最高的過山車 它跟剛剛那個90度垂直過山車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一個膊頭式的安全帶 只有大腿這個位置有安全帶 絕對是另一種體驗 第三個就是今年才可以開始玩的Tundra Twister 它跟香港海洋公園的翻天幅地超級似 它是360度反轉再反轉 不過我就覺得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刺激了 不知道你們又會覺得怎樣呢 第四個就是這個藍色的過山車 HEIMON 它是加拿大最高最長的過山車 我們在正門口就已經可以看到它到底有多大 同樣它是沒有這個膊頭式的安全帶 但是從這個80度角的斜度衝下去 它的離心力真的很強 第五個就是跳樓機Drop Tower 它的下降速度達到時速100 而且升到的高度是可以看到WONDERLAND和市內的全景 不過它只是玩一下就完了 難怪那麼多人玩完又玩 以上五個都是我極力推薦的機動遊戲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機動遊戲 例如會到後走的過山車The Bat 還有一個大人小孩都喜歡玩的Thunder Run 過山車雖然沒有往下衝的路軌 但是它是穿越了這個黑暗的WONDERLAND山洞 也是另一種體驗 除了機動遊戲之外 WONDERLAND裡面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遊戲 好像這個經典街機場 裡面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街機 相信有不少家庭人士都會帶小朋友去WONDERLAND WONDERLAND裡面有一個獨有的Planet Snoopy 一進去就已經看到Snoopy本人等著大家和他拍照 裡面還有不同小型的機動遊戲 很適合小朋友玩的 Planet Snoopy裡面有一個WONDERLAND獨有限定商點 裡面有很多限定商品在WONDERLAND裡面才找到的 而在Planet Snoopy旁邊還有另一個小朋友專享的樂園區 裡面也有不同的機動遊戲 旁邊還有一個父母的休息區 另外園區裡面定時都會有不同的表演 他們還會邀請台下的小朋友一起跳舞 除了以上的機動遊戲和活動之後 WONDERLAND還有另外三個收費的活動 都很受到當地人的歡迎 包括Sling Shoot和空中飛人 另外還有卡丁車可以玩的 好了分享完玩的部分之後就到食的部分了 WONDERLAND裡面有不同的餐廳和小食店 在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加拿大連鎖的餐廳 例如Pizza Pizza和Starbucks 還有這個國民的品牌Tim Hortons 而WONDERLAND裡面最出名就是這個Fundle Cake 有人稱之為漏豆餅 這個樂園名物它的底部是一個油炸的蛋糕 上面會加了Vanella雪糕和士多啤梨 最後再淋上士多啤梨醬便完成 單買一份價錢連續大概是16.8% 它的份量其實是很大的 我們兩個人都吃不完 最好當然是四個人分享 其實如果有幾位朋友或是一家人 一齊來WONDERLAND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買一個ALL DAY Dining Plan 每90分鐘就可以去不同的餐廳 享用一款的食物 每5至10分鐘就可以去到Refresh Center 任添你想喝的飲品 另外提提大家如果去WONDERLAND之前 記得要下載他們的官方APP 因為APP裡面除了有地圖之外 亦都會顯示到你現在在的地方 並會規劃出你想去的路線 最重要就是可以顯示到每個遊戲的等候時間 你就可以即時知道你想玩的機動遊戲要排多久 在APP裡面還可以即時買到不同的Dining Plan 是非常之方便大家的 希望以上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亦都期待下一個活動 可以見到各位WONDERLAND的學生 下次見